6.5分 6.5分 馬里蘭州洛克威爾的職業籃球隊馬里蘭野英隊 今天要製造一下實際記錄 前NBA球員大喬治穆雷桑 中國球員孫明 7.9分 7.9分 他們創下了籃球賽第一局球員全賽青 指上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精尺相當於2米13 而7.9分高的孫明明 是目前美國籃球界身高最高的球員 比2米26的姚明還要高出了10公分 不過23歲的孫明明對於自己成為世界紀錄的壯舉 渾然不足 這是什麼紀錄 我真不知道 我只是聽說是打球最高的球員在一起打球 什麼紀錄我真不知道 第一次紀錄嗎 世界紀錄固然光榮 但是可能要付出球場上嚴重十分的代價 馬里蘭葉英隊這個全場中風球員的陣容移動速度明顯遲緩 只能眼睁睁地看著籃球在七尺以下的高度來回穿梭 在落後13分之後 79號的孫明明終於發揮了身高優勢投進一球 為葉英隊首開得分 不難想像 這場孫明明79號的球衣號碼來自他7尺9吋的身高 7尺9吋相當於2米36 這個球場上的巨人能防守 能長球 也能來不可動 但是技巧顯然有待能練 巨大的體型也造成問題 孫明明患有巨人症 170公斤的體重是沉重的負擔 也使他特別容易疲倦 平均上場時間不到15分鐘 馬里蘭葉英隊請了前NBA球員 大喬至姆雷桑來指導孫明明 姆雷桑同樣患有巨人症 了解孫明明的困難和需要 孫明明所屬的馬里蘭葉英隊屬於美國籃球協會聯賽俱樂部 比NBA還要低了兩三個檔次 他在1月31號才加入 所有比賽在3月11號結束 只打了11場比賽 他認為短暫的停留沒有太大程度提高自己的能力 攻防節奏還需要再加強一點 現在雖然還可以 但是跟要求還差一些 但是孫明明的隊友很肯定他能力的成果 今晚的比賽他的表現很好 他學會靠近並且面對籃框 他還能夠找到隊友 他還會繼續成長 畢竟他還很年輕 球隊老闆唐姆多伊看重的是孫明明的主席 我相信他未來會越來越好 他的籃球技巧很好 眼鏡和手的動作很協調 他需要多訓練來回半場的速度 他的柔軟度和體能 也都很有概念 當然還有他超級的票房 他第一次在這裡打主場的時候 我們有四五百多觀眾 票幾乎都賣服 他不只是打籃球 他還為我們球隊帶來了很多朋友 他很特別 這些就是孫明明的忠實球迷 沒有人擋得住他 他比所有的人都高出一尺 他可以蓋所有人的火鍋 孫明明2005年從中國來到洛杉磯 在美國不過兩年的時間 他宣稱自己已經完全適應了 美國漢堡可樂的飲食 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話 他還是希望能來點兒 應該是火鍋之類的 我還是比較喜歡的知道吧 儘管美國找不到家鄉的火鍋 但是孫明明願意繼續待在這裡 美國的社會它比較自由 你知道吧人非常自由 我想幹什麼我就做什麼 我不喜歡做了就不做 現在真的除了籃球 我還沒有其他什麼 特別喜歡的說做一些事情 留在美國是為了做自己喜歡的事 孫明明的偶像是麥克喬丹 夢想是加入MBA 美國媒體喜歡拿孫明明和姚明相比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 MBA出現兩個來自中國的MING 明 美國網號統記者摩根生 網路馬里蘭州採訪報導